什么 女孩到了年纪就该结婚 不要太挑 随便找个能过日子的就行 你想听真话吗 真爱才是婚姻的标配 不要到了年纪 随随便便找一个所谓合适的人嫁了 合适的是条件 而不是那个人 你要相信 总会有一个人出现 手捧鲜花和第二钻戒 来弥补你这些年所有的遗憾和受到的伤害 把你视为他这一辈子的例外和偏爱 舒本华就说过 值得骄傲的事都是难做的事 所以真爱是值得等待的 不瞒你说 我跟我老公正在升级第二钻戒 当初就是因为他这份坚定和决心 我才决定嫁给他 因为第二钻戒男士一辈子只能凭借身份证定制一枚 代表一生只爱一人 你就是他最坚定的选择 所以等你收到属于你的那枚第二钻戒 咱再嫁吧 这话没毛利吧